企業家治國的時代來臨了 我郭台銘 在幾位總統候選人當中 是唯一具備經營管理的企業家 是一位具有擁有將近50年 失誤經驗的企業家 放眼台灣政壇 折我洗水 台銘懇請台灣人民給我4年的時間 我保證 我會為台灣帶來未來50年的和平 我保證有能力 讓新政府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一倍 讓台灣在20年內超越新加坡 成為亞洲人均GDP最高的亞洲首富 我還要再次的強調 我的參選是為了促成在野陣營的整合 在野不整合 便宜賴清德 今天我宣布參選總統 並全面展開連署 以取得參選資格 就要代表主流民意 予以整合藍白兩黨 因為我堅信 民意永遠大於黨義 公義永遠大於私利 這次連署的意義 不只表示支持郭台銘個人 更是支持多數人民所氣範的改變 支持重要公共政策的討論 支持台灣繼續前進的力量 我的參選就是要推進在野整合 參選是為了整合 參選是為了整合 整合才能勝選 我要再次向前國人民報告 過去這段時間 台銘情報基層 傾聽民意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破過數萬傷 情仆的雙手 看到數十萬 渴望改變的眼神 再再告訴我 人民心中 焦慮與不安 更多基層民眾 希望台銘 挺身而出 扮演 主導改變的角色 讓陷入僵局的在野力量 能夠 啟動整合 重現升級 協家治國的時代 來臨了 我郭台銘 在幾位 中農候選人當中 是唯一具備 經營管理的企業家 是一位 具有 擁有 將近50年 實務經驗的企業家 放眼台灣政壇 蛇我 其水 所以我決定參選總統 以實際的行動 將這場大選的主軸 拉回 聚焦 在國家政策 與人民福祉的討論 台灣需要 講真話的政治 有未來的政府 沒有戰爭的國家 有能力的總統 面對 台海 與中美關係的 兵凶戰 為 台灣 絕對不能 成為烏克蘭 我也絕對不會讓台灣成為 下一個烏克蘭 台民懇請 台灣人民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保證 我會為台灣帶來 未來50年的和平 我懂財經 並擁有經營能力 我保證有能力 讓新政府的經濟成長率 超過一倍 讓台灣 在20年內 超越新加坡 成為亞洲人均GDP 最高的亞洲首富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會建構完整的 心力儲弊制度 打造最聯能的政府 新加坡能 台灣一定也能 台民的參選 最重要 要重啟台灣命運的改變 改造台灣的政治生態 回應真正主流民意的期盼 今天 台灣的主流民意 就要實現政權的輪替 終止腐敗 無能的民進黨 繼續執政 今天 台灣的主流民意 更是希望 捍衛中華民國 永生永世 透過 主流民意大聯盟 的平台 再也證明 各候選人 可以共同商議出 最適當的整合方式 找出 符合人民期待的候選人 更重要的是 主流民意大聯盟 是一個凝聚共識的機制 大家一起建構 非綠聯合競選平台 我們既競爭又合作 針對目前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 以及人民生活所面對的問題 找出實質的解決方案 找出最好的國家政策 一起面對 共同回應 主流民意的期盼 台灣人民需要改變 改變帶給人民希望 我保證將竭盡所能 讓勞保基金不會破產 不會讓千萬名勞工 血本無歸 我保證我將侵權力 讓健保基金不會破產 政府會加強補助 充實健保財務 醫界得到公平的報酬 不會血汗過牢 民眾看病 也得到更好的 待遇跟支持 為了孩子的明天 為了子孫的未來 我願意燃燒自己 照亮台灣 最後我要再次的強調 我的參選 是為了促成 在野陣營的整合 在野不整合 便宜賴清德 我郭台銘本來 沒必要選 但是郭台銘所代表的 中間聲音 卻不能缺席